看似清涼的溪水卻暗藏危機 新竹尖石箱的這裡 發生女學生溺水意外 女學生當時卡在水裡 教練怎麼拉 人都無法救出來 溺斃地點距離 影本部只有100公尺 非常的近 而根據教練的說法 她當時站在岸邊 並沒有下水 就有觀察到女學生 好像溺水了 她趕緊下去救人 不過可以看到 這個溺斃地點 有一個石頭的高低落差 教練說因為水勢比較湍急 在石頭縫隙之間 衝刷成了一個空間 女學生就卡在裡頭 導致她非常的難把人給拉起來 人被救出時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送醫過程當中 雖然CPR持續做 但道願還是宣告不治 死者是15歲高一的黃姓少女 在北部念私立高中的她 利用暑假參加 五天四夜的夏令營活動 為了第四天的溯溪活動 才會跟另外14人一起下水 發生溺水的景平溪 現場合面寬大約5公尺 少女卡在大石塊旁 吸水沖刷後的坑洞裡 飄飄和練習體驗釀成一死 還原落水過程 31號下午大家輪流練習 48分鐘後消防局貨爆 大約5點半人送到竹東榮民醫院 晚間接近8點院方宣告死亡 到底這邊細水安不安全 一早縣府派人農業教育和相關單位 重回現場 業者在這經營活動多年 相關教練也都有水域證照 究竟訓練過程有沒有疏失 攸關一條人命 檢警也要小心釐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